丫雅倫 丫雅倫近日遭到要勒出面指控 兩人過去在交往的過程中 丫雅倫在不顧及他的意願之下 以強迫的方式與他發生性行為 而且還拍攝兩人親密影片 影片後來還外流 丫雅倫不但因為這個負面事件 原本正面的形象因此大受影響 由他代言的品牌也馬上和他切割 撤掉他的代言廣告 另外他還因此失去了一些主持工作 其中實境節目亥隱頁中 23日在臉書發出一項聲明 公開節目《未來規劃》 亥隱頁中在聲明稿中表示 本週播出之節目內容 為先前錄影製作完成的 將於原定時間播出 後續已錄製未播出之內容 將更省慎小心處理 謝謝大家關心及支持 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丫雅倫 未來是否還會繼續參加節目錄影 但有不少觀眾力挺丫雅倫 紛紛留言希望製作單位不要換人 繼續為持緣慢人馬的演出 禮物結束 電視努力 轉入 交流 進行 進行